一胡牌照脸上笑意藏不住 等了四个多月 指挥中心松绑部分娱乐场馆 麻藏馆牌友们了好久 终于可以再相揪牌友 切除牌翼 跟我们有联络 我们就按了时间来 这两天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电话 大家都希望赶快回来 店里消费这样子 开大门迎客第一天防疫不能马虎 17张牌桌都有特制透明X型隔板 一个又价5000元 打完牌还得再消毒 间隔15分钟以上 才可以换下一组民众 另外也备有医疗籍手套 但牌友忍不住大叹 摸牌精准度还是有差 像这样子我就比较摸不出来 五条这样子 尽管如此客人依然络续不绝 都想来摸个两圈 另外跟进松绑的还有餐饮业 饮业前老板先一一收起透明隔板 10月5号开始 餐厅内用免隔板 桌间也不需1.5公尺兼距 自助餐不用专人分菜 可以享受自取乐趣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即便说现在是说可以不用设置 但是假如说客人们他们的需求 他们假如觉得说跟隔桌 他也不熟不认识的话 他还是希望有一个安全性的隔板的话 我就会再帮他增设 好不容易盘到内用大松绑 疫情也趋缓 但别忘了二斤警戒维持到10月18 个人防疫可不能因此跟着放松了 欢迎为客观成另外一位台北报导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